中苏蜜月时期的中国话语改造黄丽芝 1950年代中国话语被苏联话语大力改造 其实啊从1920年代 苏联人出钱出人 是吧这个这个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到后来在江西干南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中之国 他一直在共产党的控制区 他就改造了中国的话语 当然从194910月1日开始 整个中国大陆啊不包括台湾 被大力改造啊 究其原因在于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模式 基本上研习了苏联的模式 那就是研习了 那就是人家的儿子国呀 人家的儿子国呀 人家的傀儡国呀 人家的分支机构啊 人家的copy啊 对吧 就是人家下的宅 对吧 人家苏联下的这么一个宅 这就决定了相应的这个观念形态和文化理念 也只能以苏联模式为参照 一 话语改造的政治经济基础 一 政治方面 与苏联一样 中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共产党 对政府 对立法机构的全面领导 党的最高机构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分层次领导中国的各个地方 各个官方团体 甚至企业的党的委员会 对啊 连车间都有党支部 是吧 甭说工厂了 车间都有 都有什么党支部啊 党小组啊 是吧 党委领导与他平行的政府团体等 对啊 党委 党 是吧 这个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对吧 党里个党 你先入了我这个党 我再入了你这个党 党里个党 对吧 这一做法 当然是源自苏联的 苏共中央是最高机关 下面是地方各级的苏共委员会 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这是表面上的 橡皮图章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在苏联则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名称不一 功能是一样的 换汤不换药 稍微换个名 唯一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有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 苏联没有这个机构 中国的政协 那是骗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 什么民革呀 民进呀 民盟呀 九三学社呀 什么这个这个农工民主党啊 制工党是骗他们的 跟他们说 就是跟过去 因为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候 叫旧政协 共产党说 咱们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 我们共产党 加上你们这几个 我们搞一个新政协 那是忽悠的 那个政协 后来好多人 从香港那边逃到香港观望 后来共产党又把他们安排到哈尔滨 那个马迪尔饭店 我都去过 后来局势稳定了 这帮人又来的北京 这都是大户